马天宇助阵泡芙小姐首映里 张欣逸元红撒糖 共七张 1905电影网选2月5日 由张欣逸指导的电影泡芙小姐 在北京举行童话成真 过年结婚首映发布会 导演张欣逸协主演王立新 袁红江山等主创亮相 马天宇张一白 李靖张佳佳 叶一倩杨岚 吉克俊逸 孔二狗 教授一小星 李肖峰 崔志佳等众多圈内好友 也惊喜显身力挺泡芙小姐 此外 影片故事原型 来自西安的感爱情侣汤小凡 孙浩翔也来到现场 向观众讲述了他们勇敢的爱情经历 电影泡芙小姐讲述了一个勇敢爱的故事 片中 留学归来的泡芙 张欣逸是 在一次聚会中 气候了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顾上 王立新世 两人在几次断暂的接触后 秘密闪婚 展开了一场甜蜜疯狂的爱情冒险游戏 除了张欣逸 王立新等几位主要演员外 电影还汇集了鲍贝尔 江欣 张静初 张天爱 袁洪等大咖 首映里上 张欣逸和袁洪现场向观众们撒糖果 引得台下欢呼不断 当晚 包括马天宇 张一白 李静 张佳佳 叶依倩 杨岚 吉克俊逸 孔二狗 教授一小星 李小峰 崔志佳在内的不少圈内好友都闲来捧场 并与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李小峰 评价 炮福小姐是一部很执女的电影 教授一小星也赞叹了影片的少女心 非常适合请人结婚看 里面有很多刺激的场面 看得很愉快 李静 则现场投诉叶依倩 她把你所有跟男主角亲热的照片都拍下来了 我们说要发给袁洪 梁静表示 看完炮福小姐非常感动 我是看着张欣义本人一路上走来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 其实跟炮福小姐是不谋而合的 她能够借由这个故事传达她对爱情的梦想 真的非常合适 我看完也很想变回小女生追求爱情 女人心里还是有很多梦想是要通过童话来实现的 因为现实还是很残酷的 分享完感受后 梁静还放出了春节催生大招 希望你和袁洪赶紧要想baby 正在制作自己导演处女作的鲍贝尔感慨 做第一部电影太难了 你是一个有风格的导演 很多导演拍很多部都不一定有风格 你未来一定会成为大导演的 当天匆匆赶来的马天鱼未错过影片表示遗憾 我刚工作结束之后开着车过来 在楼下泡了20分钟 我以为能赶上结尾 结果结尾都没赶上 但没关系 我会包场请身边的人看 据悉 电影泡芙小姐将于2月9日正式登陆内地院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